就是葉建元議員 書正,其實我們都聽不明白 但我想就著這個37A去說 37A的做裁決是會帶來新危機的 我很想借這次機會裡頭說一說 在我們這次泛民記議員去處理這件問題的時候 我們非常積極想去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 在今天發生的所有事 我們都嘗試去解決這次的危機 我們在過去兩天見了兩次主席 我們見了一次村民 我們自己內部開了好幾次的會 所有的會我自己本人都有參與 這些會的目的其實都是真的想去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我們提出了幾個意見 第一的意見就是政府可不可以將議程調動一下呢 另外一個意見就是可不可以今次我們由議會本身進行一次調動呢 過去幾天我們看到村民釋出了善意 他們說我們不衝擊議會 但是政府堅持不動 我也明白政府堅持的原因 政府如果堅持不動 那還有什麼空間可以做呢 就是議會去做事 議會去做事就是我們可不可以通過主席本人去調動議程呢 如果主席決定了不做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要求譬如說中止待續這些方式 來去解決問題 我們想要做到的就是一件事就是在今次我們要做到在政府和村民對話之前 我們不要已經做到一個局出來硬了 有一個好的氣氛下個禮拜 就是在村民和政府之間去對話 在上一次會面裡頭呢 我都很坦誠地跟主席說就是 如果我們今次我們已經決定了賠了款了 然後局長才跟村民談 沒得談的了 村民的理解就是沒得做了 所以今次主席你是非常之好呢 你搭了一條橋的一半 但是我們要回答另一半 我們不知道到時見面會不會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但是起碼我們要補足政府過去沒有做的程序 就是很認真地跟村民做一個溝通 所以我很希望今天我們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而我們不要加深危機 37A又再做一個判決的話 我們會危機加危機 令到的問題會更加嚴重 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建制派議員 理解我們整個行動 markets owe不掉 主席就能夠開幕了